現在的皮卡要讓你坐起來舒適 而且要有功能性的話 那在車內 它的鋪陳是不是很像一般 我們可以做到的這種屬於 像是休旅車這樣子的感覺呢 龐東老師帶我們來看看 龐東老師 冠儀 冠儀說真的 我坐在這我有點錯覺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搞保養廠的 其實我們蠻常會開到 所謂的皮卡或者貨車 要載引擎在變速箱 但是我剛才坐進來 這個真的是貨車嗎 這個氣氛很像轎車 是 就是所以才說能夠兼具生活 又能夠做生意的幫手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這個椅子 你看這個皮質 還有縫線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休旅車或是轎車上面看得到的 還是皮的耶 對啊 這個皮你看啊 它後面還有通風耶 有通風好重要喔 對啊 我們搬引擎搬變速箱會流汗 還有透氣孔 對對對 這個部分很貼心 然後呢 其實我們往後一看 一般我們看那種貨車 往後看就直接玻璃 就是鐵 鐵 就鐵牆壁了嘛 所以很多人開車是這樣子 震驚為座的 對 所以我們那些比如說包包 東西放哪都不對勁 沒錯 這個後面你看 哇 有一塊可以放耶 空間還不小喔 是啊 那女孩子大包包 可能也可以放得進去 沒錯 可以可以 那除了空間之外呢 其實它這個還有 對這個椅子的前後挪移的空間 很有幫助耶 你看這樣做就很舒服了 對不對 對 我看原廠告訴我們說呢 你如果椅子往前推到底的時候 往後可以調16段 你有沒有辦法試試看 16段 16段我們試試看 所以它可以前後挖移 一般的貨車根本不能動的 是我知道 它這個是椅背可以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 真的16段 1 2 4 到天亮 沒有 黃德老師你整個滑移就很多 就等於是16 等於說它大概有45度腳 可以到這麼躺 對 但我覺得不見得真的16那麼精準 但是呢 約莫就那個數字 強調說可以倒到45度 OK 倒到45度 所以你平常在休息 中午休息就在車上 對啦 我們知道很多 我們坐黑手的喔 中午啊對不對 要休息 那在車上這樣子吃便當 或吹冷氣都不是辦法嗎 能夠往下一躺 這個部分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是很大的福音 一般開轎車的沒有感覺啊 超黑手的 不錯耶 對啊 那你看就算往後調到底好了 比如像艾達那麼高 腳很長的 對 調到底 其實後面呢 也大概有五六段 有六段 還可以調 即使你調到底 艾達你坐這裡還可以這樣子 沒問題啊 很舒服耶 對啊 哇太酷了 所以他其實在座椅的部分表現非常的優秀耶 對我覺得他這個部分就是告訴你說呢 他讓這些平常很辛苦在工作的陶家 還有一個舒適的空間呢 可以讓你做一點點享受 讓你更有拼勁嘛對不對 沒錯 對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看我剛才講說氣氛真的不太像貨車 對 這整個海灣造型的這個儀表板 然後呢還有這種太陽有配色啊 不要說 不要貨車都是很辛苦方方正正什麼 不是這樣子 商用氣息少很多 你會發現他幾乎就是用教室的設計 對他基本上教室味道很重 尤其像今天這一款這個所謂金鑽版 就比較頂規版的 他方向盤還是皮質的 還是皮質的跟這個作影是呼應的 那當然你可以想說 我們知道金鑽其實已經出來一段時間 然後有香車嘛 他的香車的話呢 其實儀表板已經變成全液晶數位的 然後呢音響的部分呢 也變成凸定式甚至觸控螢幕 但是我說真的 我覺得對這些陶家來講 其實做生意還是第一要務啦 對要先賺好錢 要保全家再說嘛 是是是 太多那些花花草草的 說實在有時候故障率可能高 操作還有點麻煩 他就是呢 他該有的一樣都不少 比如說呢這個Pickup 全車系安全配備 13樣SCC 就一般我們教車常聽的啊 什麼ACC是不是 那什麼車身穩定系統啦 電子防滑系統啦 然後雙A啦 然後什麼煞車優先 電子前後煞車力道分配 都我們教車常常聽到的東西 沒錯那是很多基本的配備嘛 對這個呢 在Pickup呢 它是全部是標配的 嗯 而且有一項很棒 我們知道說對啦 你轎車氣氛啊 但是呢我們工作要載東西嘛 對不對 尤其你後箱載東西的時候 你有載300公斤的重量 跟沒有載300公斤的重量 整來車的Balance 其實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是 一般轎車可能不太會有這種狀況 嗯 貨車會嘛 嗯 所以呢它這13項裡面有一項叫做呢 車輛請付預防功能 這個在一般有時休旅車有休沒見得到 嗯 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的車速啊 跟車廂的機質啊 跟方向盤的角度 電腦預判你可能有翻覆危險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拉你一把 降低油門啊 哦 或是說呢 幫你做你輔助煞車啊 讓你車避免翻覆 我覺得像這個東西 說實在我看 我覺得欸 很棒欸 沒錯 就是說呢 對 它雖然讓你空間裡面感覺舒適 但是一些呢 逃給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一些安全配備 倒是非常的堅持 嗯 那彭博老師請問一下 這個鏡頭是什麼 欸 你就在上面 我就一直等貫一問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經銷上自己選配的還是什麼 對對對 這個部分請你看 這幾天電視 我們都有看到廣告嘛 哇 增加ADAS什麼什麼的 經銷商端 那麼想說經銷商端 他們能做的東西應該有限了 怎麼樣ADAS呢 其實這個東西呢 你看這裡 它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個呢 camera 一個攝像頭 一個攝影機啊 對 一個往前拍的一個攝影機 我們知道一般我們講的ACC啊 或者ADAS的 一般就是所有雷達 那些的 雷達加上攝像 攝像頭嘛 那這個呢 光一個攝像頭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全面性的ADAS 比如說呢 他車道偏離 攝像頭看得到 但是他有警告 他沒有辦法讓你翻到盤 或幫你修正 了解 但是呢 至少他有警告你了 他警告你 修到偏移囉 對啊 偏移囉 是 然後呢 比如說因為你的車速的訊號 車子是有給他的 對 圖像分析 這個車速前面的車跟你太近了 甚至有行人 然後突然跑出來 他看到了 他也會給你警告 嗶嗶嗶嗶 警告 然後呢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這個地方有個小螢幕 有 所以呢 這個東西在經銷商端 就是這邊這個攝像頭 然後呢 這邊呢 這個小螢幕 這個部分呢 你只要買這個Pickup 它也是標配 經銷商就是裝給你 哦 所以其實為你的整個安全性 提升了不少 因為如果以六十幾萬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配上的這些東西 其實相當有誠意 而且你看我們看到 還有盲點哦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地方呢 有一些按鈕 有一些按鈕 來我們看左側 專頁可能看不到 來我講一下好了 你看這個地方呢 這個ENT 應該Enter 前後 這是中央的翻頁 那有人講說 哎呀 我現在都是全液晶 你這個這麼小一個螢幕 然後還單色 我覺得不要以那種角度來看它 它是把你需要的重點給你 你看翻頁的內容哦 OK 水溫 然後呢 旅程紀錄 然後油量 對 還有呢 我覺得一個很棒的哦 那一個 四個輪子的胎壓偵測 哦 它都有耶 對對對 都給你 所以你必要的東西都給你 然後兩邊呢 傳統指針式的清晰液讀 是 這安全配備一樣不少 那你所習慣的一些呢 我們講比較不是很需要的 我們剛才講觸控啊 全液晶啊 我倒覺得對陶根來講 真的可有可無 所以才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價格帶 嗯 這麼實用 然後又得到這麼多的安全規格 我覺得很棒